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金頻道, 我們今集會同大家睇一宗在澳門所發生的騙案, 這宗騙案都是想賺少少錢, 最後就是蝕錢給人的下一個拆單的騙案, 我們睇一宗新聞講什麼?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 就有三名女子分別墮入了拆單騙局, 就誤信網上兼職的po說被人騙了接近50萬人民幣, 施警就對這宗案件展開著調查。 被騙的三名事主中有兩名澳門居民, 分別在上月23日和今月1日透過網上社交平台招聘廣告, 裏面寫:「兼職刷單員這些廣告, 就同對方聯絡後按照指示, 將指定的商品放入購物車, 再將貨款轉入指定的銀行戶口, 對方承諾每筆刷單可以為市主提供8-10%佣金, 最錯兩名市主都成功收到貨款和佣金, 兩個人未有任何懷疑繼續拆單賺錢, 但對方不斷表示操作錯誤, 要求市主再進行多幾單的拆單才可以收款, 最終兩名市主分別傳入7萬7千元和2萬1千多元人民幣, 最終未可以收到款, 懷疑被騙向市警報案, 另一名市主是內地女外勇, 同樣看到網上招聘在上月下半月應徵做這些拆單員, 雙方協議每筆刷單佣金就是貨款30%, 市主未有懷疑連續10次操作後完成了但未收到貨款和佣金, 更加對方將市主拉黑了, 這名市主最後都向市警報案, 報稱損失40萬人民幣, 警方就對這單案件進行調查。 這單案你說澳門2個受騙, 金額都是7萬多和2萬1左右, 7萬多其實都算多, 在現時勢2萬多元都還說被騙, 但你說去到第三名, 內地女事主報稱損失40萬人民幣, 真好誇張, 她想賺多少錢? 40萬人民幣是否連佣佣佣佣都算上去? 其實這類拆單騙案基本上每個月都有幾單, 有部分我直接都沒講到, 但好似見到都還一直有案件出現, 其實大家都要認真去看, 想賺錢可以無問題, 但麻煩真用個腦去想下, 會不會有些頁撕元素的東西 prest了那些? 你拆完單見de可以給8-10%佣金給你, 甚至有比30%佣金給你, 那些佣金是哪里來呢? 如果真是在好來做? н正有用在自己親戚朋友可拆薦10%的佣金? 別 saja輪得到你哪? 甚至真是你那句的呢? 我今期地賺夠啦給你贊這樣的你吧, 有80-30%妳赘了有沒有有可能呢? 所以大家真是千萬不要那麼蠢啦 這些拆單東西十單有十單都是騙人的 千萬千萬不要相信 就算給你拿到頭兩單的錢 後邊一定都是養肥你再劏過你 所以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的 大家都真是記住啦 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面留言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